一箱最乘客是我们一起BBQ 对吗 当然是吃 还有做MissionPod的时候 就是看大家PresentMissionPod 看到每个人的go都不一样 都有为各自的东西努力啦 大家所处2023年过去发生的事情 去Clear掉它 在讲2020年辆朝着的东西 我看到你了 比我想象中的还有意义一些 最后一个做下来写Sticky Note的环节 里面的另外一种 大夫来讲光维 讲光维 嗯 当然是昨晚哦 全部轮流讲出自己的故事 一个人可哭到不像一样样子 一路起来完全没有去过这样子的 有机会在这个retrain里面 可以尝试去工作院啊 做慈善的东西了 我觉得很棒让大家聚集在一起 满足到我更加的清晰 我这一年要做的东西 然后要怎样去做 我很少参加另外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 我觉得有点意外啊 意外的好的那种 可以跟到每个同事都有 接触的比较多讲话啊 这样子 我可以互相学到不一样的designer的 在这个行业上面的一些经验跟experience 还有你的对于 未来的这个公司的发展的方向这样 突破自己吧 总来说里面有个活动是 很像相信自己讲 然后结果是真的做到 打那个板 就是我以为我真的是不能够打那个板 结果就是突破了 就是更清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尤其是今年 因为我希望今年可以过得很好 大板 因为我觉得可以突破自己 然后打完了觉得很爽 好像是第一次把 就是超过72个小时 跟同事连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 我们围在一起 大家都把自己去年的 一些内心话都讲出来 我觉得那一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我觉得可以让我更了解 每个人讲什么 结束 OK